常规在江苏肯迪亚对战四川金墙 我是解说员蔡凯臣 选择45度远射三层球 这边刘志圈啊 开场就开火箭 不着急退 崔小龙 推球过 这种机会 四川金墙的底线防守比较的空虚啊 在崔小龙进到内线的时候 没有受到什么样的阻碍 再看高登 就是上个赛季 也是正在山西效力的外援 格雷格门罗 这是曾经NBA的首发级别球员 当然大外是上一场打了 这场没打 再看看 漂亮 这次下转 1秒5 这球虽然是拿一千两球 点很难啊 1秒5怎么打 其实给切入就一下漂亮 拉一步 这个位置扛住 翻身来打 这一打四看这种啊 下场休息 看弗雷泽是怎么带这个队 我对他有相当高的期待 这边三分来了 正线又是超级 来历看反击 哎呦 这球直接扇飞了 弗雷泽 阵地战两头全中 还是贝珍给张大宇 右侧 其实卢一文已经拆出一空三分了 对 卢一文这个位置 两个阀就全丢了 今天四川是六中三的阀球 叫做肯蒂亚队是丢了两个 哎 这边来得停球了 对 高灯这一时比较快 说你这个位置何球 哦 又是钻进去要两分 再看反击 房家臣继续来打 对抗 赵刘志轩 两分也来 再给关键石头 吴宇佳 用这个三分 给张大宇 方家臣自己跑回去 设置无球掩护 都出来 想打到地位 地位红星刚在要 但是为这个机会稍纵及时 再给方家臣选择强拔 哦 这球投进了 强入侧传导球 然后整个联防 就像一侧去偏移 那两个底角就特别的危险 刚才是这次没进 但其实是好机会 拦 走 推 崔小龙 这一条龙 这个推球再切入 张大宇再接高灯 这个时候谁能进球 崔小龙发现空间这么大 坚决巨头 刘志轩 太精明了 然后赖利来承担一些主操刀的这些工作 篮板球 这下没拼到 继续看江苏队 赖利 打击打出 吴宇佳 空位的机会 这一次没有措施 船 拆 转身 走 高灯 撵着上 这球传哪去了 弗雷泽好在是接住了 因为你没有了 张大宇 你没有了中阵 赖利去点 就点不到他特别好吃的菜了 那不至于打那么多 完全没法换防的小铁大 再传好机会 左震点终于投进 方家臣毕竟也是在别的GS上 打了很多年球的球员 他的经验是相当充足的 来给第一脚 你能不能够信任景寒一 及时回提 险些失误 这个夹击有变化 防守端开始对球施压 开始对球施压 八秒钟时间 七秒钟又是吴宇佳就成 冲篮下就这一招 吴宇佳湖顶右空 还是丢啊 吴宇佳应该就中了那一个 高灯 反击 A1打击 那对于江苏来说 战绩压力又大了一点点 再看高灯回到场上 内容 高灯这个两分很关键 来看江苏怎么布置 低脚仓一个 上线让赖利接球 赖利接球 吴宇佳要摆脱 拉开要快速单打 快速单打 要三分球 打方家臣 三分球投进了 第二阀 第二阀进 这个一分就难受了 0.6秒不够的 这样的话 105队 104 江苏肯地亚队 肯下了这场 英雄一般的 185 126 206 20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